胜利夜店股东铁迷间丑闻聊天内容若有罪,男人都是罪人。 韩国天团BKB前成员胜利投资经营的夜店Bernie3,被爆发声斗公读、偷拍性爱影片等不发情势,更传出由女子在店内遭迷婚性侵,她本人因涉嫌性招待海外投资人接受调查。 韩国媒体《京香新闻》报道Bernie3股东李文浩为他辩解,胜利三年前的聊天内容如果是罪的话,那大韩民国所有的男人都是罪人吗?强词夺理的言论在网路掀起讨论。 李文浩受访时表示,自己拥有Bernie310%股份,胜利是他的朋友,持20%股份,对于被爆性交易等指控又没有成为事实,只是开玩笑就这样,更偏清2015年的对话要如何得知,他也并非聊天群组成员。 至于女子喝下迷幻要被性侵等传言,他质疑若是事实,怎么可能只有新闻报道而没有受害女性提出诉讼? 此时记者又进一步确认您是否否认Bernie3的性暴力? 他又没有爽快做出答复,而是反问难道警察那边有自称性侵受害人在接受调查吗?并澄清当初爆料的人已被警察网络搜查对逮捕。 他解释Bernie3,发生暴力事件时,自己都不在店里,目前毒品阳性反应也都还没确定,我没有任何可能被起诉的理由,也不可能认识吸毒的人。 于牧却又挑信范问我说句实话,难道只有Bernie3有毒品吗?完全不觉得这是严重问题。